这个纸皮整个座等在这里, 每日大工是免费派在大厦大堂楼下, 虽然说八分份, 但是是免费派发的, 我数量很多, 另一份是龙州,这份小一点, 但是我派量都很厉害, 大家见到内容很清楚, 是向这个候选人, 5号的候选人, 这个陈岳欣是拉票的, 很清楚, 整份的主题内容是非常非常清楚, 而这些刊物是没有做到选举申报的, 他到底用了多少钱是没人知道, 我们其实还在研究其他一些报章, 有无类似的犯例, 这是犯了选举条例,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作出一个严正的举报, 虽然选举的结果已经公布了, 但是在选举里面, 这些犯例行为, 我们见到是一再这样出现, 先有一单, 就是陈凯恩在选举论坛里面, 作出不实的声明, 说李卓人我在立法会防空事务委员会里面参与, 这个日前我已经作出了举报, 这次我是继续来举报的, 如果我们团队继续发现, 继续找到有为例的证据, 我们是会继续作出举报的, 我们在这里叫几句口号, 廉洁选举, 不容破坏, 廉洁选举, 不容破坏, 我们有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在这里, 请他讲一下, 廉洁选举制度文明, 为例助选, 盛之不武, 在今次十一月二十五号的九龙西的补选, 其实我们是建筑, 港国机器, 建制派, 怎样是茅招抹黑进出, 更加恶劣, 破坏我们的制度文明, 破坏我们廉洁选举的,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两份的报章, 摆到明就是助选, 摆到明就是要影响, 干预选举的结果, 也都摆到明, 候选人, 是没有作出一个正式, 正确, 合理的申报, 这里是涉及到大量的选举经费, 是违规的, 是不合理的, 是骂骂的手段的, 我们不能够容忍, 不能够接受, 更加不希望在未来日子里面, 继续见到这种情况出现, 所以, 今天来到这里, 生活, 工党, 默不正, 是去到廉政公署, 是作出一个正式的举报, 好, 那我们是有朋友来, 我们都举一举起一张画, 因为刚才我们展示了一个报纸, 给大家媒体知道, 因为举了一张画, 就怕, 不太看到, 后一点, 哦, 一柱不影响? 好, 那报纸站后一点举起了, 这样就, 可以吗? 这个贴地, 是的, 好, 还有一份在这里, 是的, 其实呢, 范国威刚才说到, 差不多这次的选举呢, 是, 建制派是用尽国家机器, 我们见到, 一早呢, 是在物业馆那里, 是有很大的, 陈凯欣的环額, 我们也是见到, 电视, 不是电视, 是那些大厦那些, 墙壁, 有灯色广告, 我们再看了, 一些铺天盖地, 这些宣传呢, 我们还见到, 建制派很多的动员, 我们见到, 是, 我们面对, 一个, 国家机器的打压, 甚至连选举呢, 都看到他们铺天盖地, 银蛋用尽, 还有呢, 那么多这些违规的事, 就是, 当然, 建制派可能看到, 就是用, 选举结果, 去决定一切, 他们想着呢, 可能是选完之后, 根本追究来呢, 都无谓了, 但是我们呢, 是不会放弃的, 因为我们, 除了, 港球, 选举, 我们, 要得到民意的支持, 我们都呢, 是要守住一个, 香港的一个, 廉洁, 法治的核心价值, 廉洁选举, 廉洁选举, 不容破坏, 不容破坏, 廉洁选举, 不容破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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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廉洁选举, 不容破坏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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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 好! 好! 好,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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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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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踢